今天第28屆隊長杯國際排名 UTR網球分級賽的第二天賽程 今天的第二場比賽 要來看到是14歲組女子組的一個比賽 這個組別比較特別 第一個是江妍妮 是來自陽明高中國中部的選手 對上的是在昨天12歲組 拿到亞軍來自民務國小的陽光 那這場比賽的主播一樣是我林士廷 那身旁邀請的還是李博安教練 教練你好 你好 雖然說打兩個歲組 對 在這個12歲組 昨天是有拿到這個亞軍的一個成績 最終的一個冠軍戰比較可惜 是敗給了陳以勳 但今天他有一個不一樣的任務 也算是給自己一個挑戰吧 對挑戰高層 比較高歲組的選手 那在賽事上面 其實陽光並沒有說去報名參與 只是說 讓自己算是一個挑戰 讓這場比賽可以去挑戰 等於說歲數比他還要再大 對 一個層級的十字歲組 來看看十字歲組的選手 跟他稍微切磋一下 互相學習一下 像這樣子的跨組比賽 其實對於選手來講 也都真是一個歷練 對 就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對於陽光來說 今年的隊場盃 他可以說是最大的贏家 因為他兩天打了四場 打好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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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他的對手 江英寧 江英寧 十四歲組的選手 今年其實也是十二歲而已 那他是在今年畢業 人愛國小這邊畢業 準備要升上 陽明高中國中部的選手 而且加尼的成績其實 也還滿不錯的 他曾經在今年的一月 代表台灣參加 這個ITF亞洲U14的這個錦標賽 並且他是拿到了團體組的一個冠軍 個人組織是兩座 單打了季軍 所以整體 江英寧的一個實力 應該也是非常好的 目前我看到 在這場比賽開始之後 陽光的一個發球群 但是現在是江英 這邊拿到了一個30比0 然後這邊是 據說一個主動變現 但 這球是打到了場外去了 所以看得出來 在十四歲組的江英寧 這個整體的一個技術 還是比較成熟一點 陽光昨天的問題 其實比較大 就還是他的一個失誤率 尤其是他的一個發球 昨天他的發球 命中率沒有很高 速率還是偏高的情況下 其實 對上陳以軒那一場 就掉了滿多分了 不過最後啊 其實陽光跟陳以軒是有 打到第三盤的一個賽事 而且我們看到第一局 陽光那個發球局 就被破發了 加尼 搶下了第一局 昨天看到陽光好像是有 帶他的那個 冰桶 小冰桶來到現場 今天好像沒有看到那個冰桶 昨天的準備很充分 冰桶裡面標配應該是至少三罐飲料 嗯 第二局 佳穎的 發球局 哦哦 雙發失誤 雙發這邊都失誤 看起來像你還在 尋找今天的感覺 前面這兩個發球連續的掛網 自己也算是 對自己表現不是那麼滿意 哭笑了一下 所以就直接 嗯 這就直接 嗯 今天天氣跟昨天比起來其實都差不多齁 還是非常的炎熱 對 那氣溫應該是有來到35度的高溫 所以同樣今天看到不管是男生組還是女生組 應該都是要打兩場比賽的 嗯 每位選手都知道打兩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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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同樣的在水分的補給 還有糖分的一些攝取上 必須要去多加的注意 哇 喔呦這球的角度 哇 教你 完全把這角度給打開 而且這球是 打的刻意是稍微 短一點 看一下 其實沒有很快 但是 角度 比較大一點 加你的發球局 打到這一局的局點 A 直接A 有嗎 有 楊光 有啊 確認 是不是說這個球是 出去了 加尼也沒有想要確認球印的意思 不過還是同樣的結果 所以加尼 在 第二局這邊發球局 成功的爆發 感覺 台判在跟他說 那個發球有進 對 感覺可能有進 但 其實第一時間就可以提出來 對 昨天也有看到幾顆球啊 其實 選手如果對於 這個球有疑問的話 可以要求 去對面去看這個球的落點 好 上網 這個球 成功的 拿下 想要你把握住這一次機會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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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教你這一球 展現出來的企圖性很強 但是 給的太深了 這一球 這局陽光的發球局 現在15比15 這裡揭發也是掛網 我感覺今天 江彥寧的失誤好像 比較多一點 他從剛開始的 這個發球局 剛開始的第一次發球 連續雙發的失誤 到現在很多的接發球都是失誤 不管是接發之後 送得太遠還是說接發 他剛剛這一球是直接掛網 陽光的機會球 哇 可惜 江彥寧這一球其實打得很好 從原先的被動狀態 到這一球 轉手為攻 但是 最後這球的結局啊 好像是要去打一個對角的短球 對 想放一個小球 結果沒有夠 陽光 這局 看起來 爆發的希望 非常大 太深了 可惜 想法非常好 想要去調度 江彥寧在前後上的一個跑動 這球接到這個短球之後 陽光是想要去把它送到底線的 再看一下 不放短球之後 這個球想要送底線 但是力量給的太強了 40比30 哇 揭發這邊也是失誤 所以這一局 陽光爆發成功 對 我最主要 稍微檢討一下這局 江彥寧 真的出現的失誤 有點太多了 對 比較多一點 感覺他 有點 處理球上 沒有那麼細膩 在這一局 通常在遇到這種比較 比自己稍微 弱了對手的時候 會有這種情況 有這種事 專注力不夠 有時候打得太燒急了 對 對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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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比賽 今年隊長杯 看到 在我們身旁這個 算是大會人員 旁邊就擺一些 運動的這些訓練的器材 網球的一些訓練器材 修復的一些 不管是 恢復的一些 這種按摩的一些器具 或者說是一些 擊球的一些訓練器材 都是讓選手可以去做嘗試 這次可以感受到大會的用心 對啊 選手如果比完賽 或者是在比賽 開始之前 可以 稍微試用一下 或許對大家的 運動訓練來講 是很有幫助的 對 第四局的比賽 前面的第一盤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佳妮的發球局 哇這裡 一樣是要去切個短球 但 還是掛網 佳妮的失誤率有點偏高了 好 喔 陽光這球 腳步沒有跟到 比較可惜 如果說再向前一步 這個位置應該可以打出不錯的壓制力 15比15 不過這場比賽 其實對陽光來講 沒有什麼壓力 已經 一個挑戰者的角色 這個 自己參加了十歲組 十二歲組 現在來 等於說是有跨級參與到十四歲組 這裡球拍都掉了 球拍被震飛 這在網球網址當中 出現的劇情 波動球 春田 衝刺波動球 看起來 柏翰應該真的是我們的 網球網址的 忠實粉絲 沒錯 就是我 招式的名字都記得這麼清楚 波動球 太長了 我這邊還是要問柏翰 你在 剛開始接觸網球的時候 你是不是 有偷偷嘗試 網球網址裡面的招式 有啊 蛇球 蛇球 蛇球是真的有辦法達到的嗎 其實 有 有可能 就像 職業人 納達爾 他其實打出很多那種香蕉球 其實就有點類似蛇球 但是不會像真的 動漫裡面 轉的那麼誇張 有辦法從這個旁邊的這個 裁判席這邊 是有辦法 但他有點 呃 對手要打到剛好讓球 就是很偏 那你跑到柱子外的時候 那你可以 其實網球的規則是 呃 你不一定要從網子上過 你可以從柱子旁邊打進去 好我們待會兒來測試一下柏翰是不是在說謊 等一下 等一下轉播結束之後馬上現場示範一下 好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直播比較短 那你有沒有試過手走區 手走 手走群但是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如果說真的有這一招 那就基本上是無敵了 真的 也不用跑了 對 目前看起來網球網址裡面的招式 比較有可能的就是 在發球啦 外旋發球 對外旋發球 月前龍馬的外旋發球 對 那其他招式好像都有點 比較過度寡大 對 過度寡大 畢竟是動漫嘛 漫畫 第一盤現在局數比3比1 我們看到陽光的發球局 角度帶開 好球 好球 這裡是繼續喔 太深了 所以這一球 加上你可以去要求重發的 這一球是一個 插網球 嗯 八球插網 小選手他們都習慣這個 觸網繼續打這個賽制 所以都沒有特別去 注意 嗯 陽光這裡 30比15 哇 好棒 失誤 好啦這時候應該會感受到一些壓力 30比30 目前 家裡已經在第一盤拿下了三局 所以這也是四局比賽 一盤打四局的一個特色 就是 感覺 才落後一下下 這個局數才落後一點點 馬上這一盤要結束了 這很考驗選手的 下場馬上的 是否可以馬上進入狀況 哇 這球 漂亮 這球陽光 救得很有水準 看一下 角度被帶開了之後 哇 而且 打的位置 非常靠近底線 嗯 所以 這波叫你是沒有機會的 陽光 來到局點 好 這鞋 這球掛網 雙方 40比40 加壓 上網 好 最後還是讓加安妮成功的抓出這一波的進攻機會 帶走了這一盤 前面第一盤可以看出兩位選手 好 的確在比賽的經驗上可能也有一些落差 嗯 但加尼其實雖然說拿下了第一盤 但必須要去觀察是他的一個失誤率喔 第一盤的失誤率是有點偏高的 對有一點多了 好 所以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看到兩位選手在第二盤的對決 好 對 雙方 左邊 後面 怎麼 開 右邊 右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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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